我发现了 他们这个单位啊 有问题 不公平吗 你算说对吧 现在我的单位 跟你说 有本身的人不用 没本身的人贼用 完了以后贼多钱 你放心 你的事我得管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打什么电话 怎么会 还不够丢人的呢 算了 几千块钱吗 我先拍了 那行 那不打了 能打还是打吧 你给他打 你说话隐晦点 行 别说咱俩在一起 你出去打 行 我出去打 你快点回来 好好 你找这么大提 你这犯不上 多得点钱 少得点钱 能怎么着 是不是 咱们还有那一万 打完了没有 你刚出去 还没打谁呢 你过来过来 你姐夫刚才说的对 啊 你听姐的 那不就差那一万块钱吗 是不是 要说这个心态呀 你可能比我和你姐夫 那宽敞的多 但是要论的生活经验 那姐和姐夫还是比你 我去看看他 哈哈哈哈 咱俩在这放屁的 哈哈哈哈 哎哎哎说好了没有 哎呦 全打听清楚了 来来来来说 小医生啊 这下全明白了 啊 李兴国王二愣 确实都是那些钱 凭什么 但不是紧急 啊 是生活补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了 哈哈哈哈 听见没有 啊 平衡了 生活补贴 啊 啥意思啊 说明他们过得没我好 哈哈哈哈 是不 多点钱 多点钱怎么了 不是 他还是比你多呀 人家是一万二啊 多两万才好呢 说明他生活 更不好 哈哈哈哈 不但我不嫉妒 我还要拿出 我这一万块钱的 当中的一些钱 我给他 我补贴他 嗯 这心情不就平衡了吗 哎呀 对不对 哎呀小医夫 你要是这个境界的话 那还一个事 我告诉你吧 什么事 你们单位 新调来一个经理 对啊 跟你同名同姓 是的 我知道 三天前调来的 我还没见面呢 他还是没明白 也就是说 我看到的那个奖金表 第一个名 跟你同名同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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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爸 都别管他 这种事让他自己行 哎 哎 不是 哎 哎 哎 受不了了 打电话 你打什么电话 别打电话 你打什么电话 哎呀 你别打电话 千万别打了 더 刚才你这出 我就应该给你录下来 让你看看你什么样 我实话告诉你吧 刚才这一系列的事 都是我编的故事 我怎么不死 小姨 我这么做 主要是想让你知道 什么叫舍得 什么叫舍 什么叫得 你就舍得我 你上一边 上一边 来来来 我跟他谈 对对对 你快坐 你上一边 那个咱俩聊聊 我也采访采访你 好不好 我问问你 你幸福吗 怎么玩 你幸福吗 那这儿不过去了吗 我赶你这儿没过去 你就告诉我 你生活得幸不幸福 幸福啊 我每天忙忙碌碌 上下班 挺忠实挺幸福啊 家里呢 谁家 你家的谁家呀 家里挺好啊 你是挺好 你考没考虑过 你家里另一半的感受 人家 嫁给你 那就是打算风雨同舟 跟你相依相伴一辈子的 跟你挣钱多钱少 没有关系 家不是旅馆 男人 在外边乘风破浪 你得不时地回到家这个港湾去休养生息 加油补给 听明白了吗 今天就是你该加油补给的日子了 陈生辉风 嗯 说啥我一句没听懂 哎呀 什么玩意怎么了 我爸的意思啊 说你该加油了 我车上还有两年呢 没说你的车 是说你这艘破船 哎呀 行了 妹夫 我就实话实说吧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对 我妹子 你媳妇过生日 忘了吗 啊 这是女后 你看看 哎呀 今天是她的生日 对 坏了坏了坏了 我把二月当三十一天过了 哎呀 那怎么办 给她打个电话 不是 没买花的 得了 别来那套 识会的吧 赶紧回家接她去 啊 就在我家 咱们热热闹闹的 拖一个生日 行不行 对 我土豆丝都给她炒好了 对 菜都预备了 姐 姐夫 哎 顺风 你们今天真的 时时会会给我上了一课 你们要是不给我维修 我这艘破船啊 今天有可能就出交了 谢谢